因为我妈她这个人 她可能因为喜欢 单纯喜欢这个人 她就会去给这个人投票 她可能不会特别的考虑这个Policy 如果Policy家庭第一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这个共和党 追踪那一笔 我会落在那个民主党的那个笔上 因为我爱她比爱你们 我更爱你们嘛 所以我就要跟你们站在一起嘛 但是她就是洗脚看中的人 我到现在不理解 我也不想理解 黑人事件的这个地方 离我们家十分钟的路程 平时那么热的一条街 全部给盯上那个大板子 你不能太过格了 你有一个底线 你太过格的话就得灭 不然的话 它真是无法无天了 如果说你不去从根上去 整治这个问题 告诉更多的白人说 不要歧视黑人 或者说给所有人 都传出一种思想 就是说人人平等 如果说你不去这样做 而是一味的去压制黑人 或者说其他人种的话 那这个国家最后 它当然会火乱 共和党 它说也就是不需要进枪 民主党呢 它是觉得枪要做管理 子弹和枪要分离 那么子弹和枪要分离的话 那我们要枪干什么呢 那个坏人来了之后 我来不及打911 911来不了 我怎么办呀 我就就是让他们打吧 那个坏人 他是管理不了的 他没有枪 他偷枪 他拿刀子也能捅死你 在学校跟朋友闹的矛盾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带着枪子去学校 直接就去杀人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杀的是谁 如果说未成年人没有枪 他就不会发什么样 所以说 它可以用土制炸弹 炸弹这个东西 是谁随随便便就能做的 怎么自己就可以做呀 就买很多鞭炮 然后把那个药弄出来 就可以呀 它不是枪的问题 是人的 是吃枪人的问题 你可以进那种大型的那种 吐吐吐吐 几一分钟之内 几秒钟之内 打死很多人的那个 就像我妈刚才说 他应该进一些军用枪 我觉得能看清他吧 最起码 你看他那个 在推特一会儿 一个推特 你像拜登 就拜登还有像 其他的很多的政客呢 他是经过这种 特殊培训的 就觉得是一个 完美的 接近于神 他不在乎这些 所以呢 就显得他就是 一个特别大的流氓 是的 当然他也确实是 是流氓 我觉得他比较疯 当然你可以做 一个非常real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总统 你要为自己说的话 负责呀 年龄这么大了 他应该可以 控制自己了 他应该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特别是在一些 比较正式的场 特别是 对 前段时间那个 他告诉大家 喝漂白水 喝消毒水 他在一个很正式场合 说就有人听 在这个问题上 我也挺反对 我这个问题上 我对川普有意见 我的女儿 另外一个小女儿呢 她 她在跟这个癌症 坚持抗癌 已经是六年 马上就第七年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还是受了 民主党的这个意义 因为这个全民医保嘛 花掉了很多的医药费 在医药上 当然是大多数的 这个医药费 百分之八九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民主党的这个 保险来去付的 如果说不是民主党的话 我们家可能就真的 流落街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